有很多爸媽都會詢問 為什麼寶寶要塗乳液呢 因為寶寶他的角質層比較薄 肌膚很快就會流失了水分 因此洗完澡一定要幫寶寶塗一點乳液 肌膚基礎最重要的就是保濕哦 有許多泛紅、脫屑、不舒服 都是從乾燥開始的 因此塗乳液是最基本的保養哦 護膚用品則是可以依照季節或者是氣候所去挑選 像是Kiko的脂萃系列的乳液 它不僅吸收快、保濕效果好、也不黏膩 就很適合台灣的潮濕氣候 它含有天然的植物成分 裡面添加了甜杏仁油 可以滋潤寶寶嬌焦嫩的肌膚 更能防止水分的流失 寶寶及媽媽都很適合使用哦 我們就是用按壓的方式把水給擦掉 皺摺處就譬如說脖子 然後手掌 比較容易忽略的地方 還有腋下 把這些水都給擦掉 還有它的鼠吸部位 都擦乾了之後呢 我們幫它擦一點乳液 我們可以先在手掌搓熱 這樣不至於被比它會嚇到 然後我們在擦乳液的時候呢 我們先擦它的肚子、身體 手的話呢會最後再擦 然後再來是腳 然後私密處的話就是就避開 再來就是擦拭它的背 然後另外一邊的背 然後最後再擦它的手 然後先幫它穿腰部 然後先幫它穿乾淨的衣服 然後就先幫它穿乾淨的衣服 就夠了 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 我操作幾次 熟悉之後 相信大家都可以上手的喔 我擦好 我們下雨了 我們下雨了